参庭议员我要问的到是 包含在蔡英文谈话里面 针对她说怎么样来支援大陆疫情的这一块 第一个她还是停留在口头上 你并没有说你具体要怎么做 只是说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帮忙支援 再者还有一块是被大家备受讨论的 就是她用人道关怀这样的一个用词 那似乎在 并不是在基于两岸民族同胞的一种情感 很多人在说 这就是让大陆民众感受上会有落差 你只是基于人道 而非是因为你是有隔壁邻居 或是我们是两岸一家亲 或甚至是两岸民族同胞的这个角度 民进党讲人道也很好笑 因为民进党自己很多人 他也不能人道 那我们讲说像是蔡英文说要帮助大陆 或者说要支持交流 就是假慈悲真唬烂 因为过去的反中案例不升美举 而且是阻止别人帮助大陆 或者是阻止别人到大陆交流 那更是不可生署 简而言之就是感觉说蔡英文的整体对话调性相当的比较软 尤其对两岸的部分没有像以前那么强硬 相对比较软 一方面当然是选举情势的关系 那觉得抗中宝台比较不太够用了 不太好操作 那或者讲说他可能是怕了 或者说民进党整体可能是某种程度的怕了 第一个因为是青年上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这句话对民进党的选情 还是非常的有杀伤力的 所以他要尽可能的去缓和这个氛围 然后要去告诉大家说没关系 漂投民将青年不会上战场 所以在两岸当中他也是支持所谓的和平 或赖清德也是支持所谓的和平 那第二个也显示就是当前其实两岸关系还是非常的严峻 而且是越来越有危险的可能 而且关键是两岸越危险 但民进党自己是没有本事来化解这个危险 所以他就只能够嘴上说一说 比如说什么呢 就是当围倒军演诞生的时候 但是民进党几乎是束手无策 蔡英文立刻说我们也可以好好的对话来沟通 要对话来解决啊对吧 但也不要忘记就在那发生的前不久 那陈时中才说双城论坛的对话是浪费钱 所以如果今年或者是什么时间点 大陆如果又发生了哪一些的军事的演习 或者两岸偏军事上面的冲突 民进党几乎可以说是束手无策 所以他当然不希望真正发生到 有军事上面的火力的一个现象 那如果平常只是打嘴炮的话 民进党就非常乐意 但民进党已经知道了 就是现阶段的大陆官方对台湾 已经不仅于是在打嘴炮的层次 已会进入到了经贸上面的 实质上的一些相关的制裁 或者也会进入到了一些军事上面的处理 这是民进党目前没有办法去做 可以危机应变 所以他当然希望不要发生是最好 那再来第三比较可以肯定的呢 是今年原则上两岸 不会有军事上的冲突 比较不会有这种大规模危险的 一些事情发生 或者应该也不会像有 围倒军演的这种事情 那当然军机军舰 各种的一些交流 各种的一些交流 理论上还是会发生 军机军舰交流嘛 否则摩擦 也不要讲摩擦 因为希望也不要有摩擦 但更升级的是不会发生 或是一些冲突是不会发生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不仅是民进党自己不希望发生 我们也知道大陆也不希望发生 但更关键的是 在美国人来看 今年是没有发生的必要 第一个是拜登也希望能够和平的 结束自己的选举 那两岸在今年2023年 是要一个稳定的局面 中美关系稳定的话 对拜登选举比较有利 第二个是 那如果今年两岸就有 大的军事规模冲突的话 对拜登就不利 为什么呢 因为台湾要去当炮灰的前提 是炮灰要够多 那这样子才能够让大陆的打仗 越打越久 那如果今年就打仗 那我们那个义务一都还没上场 我们义务一都还没训练 怎么能够现在去打呢 所以今年不会打 对吧 明年原则上应该也不会打 明年上半年也不会打 为什么 因为美国你看 那个台湾所谓的义务一 要到2024年才开始 才开始征兵 一年大约征个7万人 对吧 所以2024以后 台湾才会多了7万的炮灰 如同先前这个节目上都有谈到 我们这义务一多少人 很大的主力 国防部都说 那要到海岸守备旅 那讲白了就是去当炮灰 所以在炮灰还没养成之前 那美国是没有那么轻易 要让台湾去送死的 因为那样子没有办法杀到 足够多的中国人 所以呢 我讲得非常直白 但是就是直接的剖析 这就是目前今年我们可以放心的理由 因为今年我们的炮灰 我们的牺牲品还没有准备好 所以汉地议员 对于难怪现在国台办等等的 有关单位对我蔡英文的文告 一点发言都没有是这样的关系吗 对一个台独分子没有什么好回应的必要 就是民进党已经不可救药了 所以当然对大陆来说要直接对话的是 台湾的全体民众 那不过相较于去年的这个习大大的演讲 或者他以前曾经说过 两岸统一是两岸同胞的最大心愿 那目前来看呢 因为这句话就是台湾民众听起来 也是觉得蛮荒谬的 因为台湾很明显巨统的人数是比较高的嘛 并不是一个心愿 所以今年呢 干脆也不要讲什么心不心愿了 总而言之呢 和平统一是大陆的既定方针 所以不会有想要军事动武的这个打算 那么如果民进党过度的跟美国有过度的勾结 我在昨天分享分析过 今年美国是想要禁的 但是今年唯一的不安定的因素 其实是民进党 它可能会为了选举的操作 希望能够试图跟美国或者跟海外各国 有更进一步的勾连 或者希望呢 如果能够上升到一些军事上的合作 或其他的一些合作 就很可能会刺激到中国大陆的底线 这才是今年最大的危机跟不安定的因素 这个故事完整跟大家稍微说一下 就是今天这篇报道呢 说邱国正也是因为在这一次 包含兵役延长的议题上面 时常出现 国防部这边好像释放一点风声 或国防部以为要准备来执行了 可是一直有府跟邱不同调的问题 所以也传出邱国正 似乎啦 在这个府院拍板之后 他就已经有眷情的感觉 他也确实 有没有机会跑去接别的 他还被问到说你会不会去接棒 这个国防院的董事长一职 他是笑而不答的 然后这个故事还去扯到说 在过去他曾经担任退府会主委的期间 就是为了一个均改的问题 杠上了当时的行政院长赖清德 而这篇报道感觉是有一些特别的用意 所以这也是亮哥刚刚讲的 就是他认为说 行政院长会去管到退府会 甚至均改的议题上这么细吗 那总而言之他就是说邱国正当时 跟政院有表达无法接受 所以这个赖跟邱之间的心结 似乎也还没解开 那到底这个部分是要特别释放 什么样的讯息呢 韩庭议员 这是不是要邱国正滚蛋 你该做的事情都做完 你就可以滚蛋 知所进退 对 要你知所进退 否则干嘛要放出一篇说 他有眷情 他搞不好很想继续干了 他根本没累然后被说累 对 他搞不好觉得乐在其中 或者他可能觉得这个 接下来任务责任重大 不过我说如果真的是国防部 肯定会觉得非常的无奈 为什么呢 因为当然都知道说 蔡英文要拍板要延长兵移 而且很多的内容跟实施方案 都是一塌糊涂 而且实然层面上有太多的困难 尤其在现况底下 就是这个四个月当中 问了一些四个月服役的 一些年轻朋友 他们说这四个月很大的时间干嘛呢 就是在前面的时间 会花很长的时间 然后来跟你讲说 这个我们募兵有多棒啊 你赶快来这个从军吧 你赶快签下去吧 花很长时间都在做这种游说的工作 变成是一个招揽人才 或招揽这个募兵的重要的人才来源 那能训练的时间有限 好吧 那未来变成一年之后 那我还需要继续去说服你吗 那我说服的时间要加大 还是要减少呢 那以及后面的训练课程如何安排 这些都是问题 那不过可惜的是什么呢 是如果国防部觉得 哎呀 蔡英文 假设了 假设国防部里面 有人真的觉得 这样很难做的时候 他另一种程度的无奈叫 可是就算政党轮替 他还是得继续做 对 因为国民党也选择支持延长兵役 就到目前来看 朱立伦也好 侯友宜也好 或者柯文哲也好 通通都支持延长兵役 大家只有赵绍康主张 只有赵绍康主张 不赞成 我也不赞成 但是呢 这个我也没办法 因为我也不得选总统 所以在政坛上 如果你支持一个 不延长兵役的人 你几乎是没有对象可以投 那当然很明显的是 国民党党都受到 都来自于美国的压力 那这其实是很大的问题 如果我们看一下 那个所谓郑克爽的图 因为他当然是要帮 国民党要帮朱立伦说话 你说你看就是蔡英文 都学着国民党走 对吧 以前说要国防加对话 后来蔡英文也要对话 等等 但那其实说明一件事情 也是长久的事情 也就是说至少在表面上的论述 跟表面上的理由 民进党正在取代 国民党的一个立基点跟立足点 因为你们的国防政策 好像都一样 有差别吗 没有差别啊 那民进党支持延长兵役 国民党也支持延长兵役 那只不过有些细节 修修补补补不太一样 那其他有什么差别 没什么太大的差别 更何况如果我们讲 如果国民党也是赞成 你看国防加对话才能够有真和平 听起来没有错 我们细问 那假设说侯友宜也好 或者任何人好 或者谁谁谁上台了 那继续跟美国买大量的武器 那和平能够永存吗 继续两岸进行军备竞赛 和平会到来吗 那军备竞赛什么时候才会赢呢 在军备竞赛的赛道上 是走向和平的道路吗 好像都不是吧 那再来我们讲说对话 你看蔡英文讲对话当然是唬烂 他怎么可能去跟大陆对话 好 可是另一个问题又来了 那如果侯友宜上来了 他就能够跟大陆进行对话吗 到目前是个问号 目前我们叫做假设 侯友宜上来应该可以对话 可是有潜力吗 有过程吗 然后有主张吗 有任何的可实践或者是可测试的过程吗 通通都没有 所以在当前呢 就只是因为民进党内政做得很烂 因为民进党大内宣 贪腐腐败 各种狗屁倒灶的事情太多 可是如果我们纯粹看双方政党 就是至少他们从嘴巴上说出来的东西 你会发现竟然是差不多的 他们支持的事情也是差不多的 他们背后的老板也是差不多的 哇 那糟糕了 如果我觉得 比如说我就是这个94年或95年的 这个必须要延长兵役的家人 请问他们如果不想让自己的小孩 多当六个月的兵 他们要投给谁 对吧 不知道 没得选 没得选 我认为这才是当前台湾政党 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亮哥讲说下任总统辛苦 我这个议题在总统上去就不构成议题 对 因为两党都支持 两党都是他就不会成为一个议题 那表示说这个实然层次上很难去运行 很难去解决的这个方案 他就会一直对待国防部 就反正不管总统是谁 我们就是要想一个方案 然后把这个一年兵役给做好 所以他会非常的头痛 就一直惹民怨 然后发现你这个美国硬押下来的方案 跟着我们做起来很困难 可能要等到9月美国人来了之后 看一看他才会发现问题在哪里 然后美国人会去想一个新的方案 所以国防部最终的解方 其实还是要看美国人 这也是台湾可悲的地方 我们要问一下浅秋姐 这个还有个假议题 刚刚讲的是假讯息 或是说至少为什么要此时释放这个风声 但假议题就是范云所提的嘛 女性也当兵嘛 这就是想要模糊焦点 我们那时候还在讨论说 你干嘛不自己先去修法 你自己先当嘛 那包含了立委洪孟凯 他提出来是2022年 我们的军中女性官兵 其实比例已经达到15.6% 这个已经不输给美军的规模了 所以台湾女性要不要当兵 跟该不该当兵 这个好像从到底都不是讨论的重点 志愿意本来就允许女性当兵 范云是在搞义乌义 那他会变成民进党的猪队友 对啊 那这提出来会很生气 民进党都吓死了 女性不要跑光光吗 对 有些人真的就是长得很小只嘛 你叫人家去当兵 比如我吗 那当兵做什么呢 你要让他做什么呢 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这个 行政院的儿权小组建议国防教育 这据说好像是在10月11月的时候就提了 那他重点就是在于说幼稚园 其实他是讲高中以下 要怎么样把国防融入教育 而且要如何更加落实 那有特别加注了这一项 就是幼稚园的小朋友呢 要去学着辨别炮弹声 最后还是我们在讨论 你看教材包含了儿少各年龄层 有暂时应变 还有防灾需要 连小朋友都要去学炮弹声辨别 所以这一个一个 提案委员我们也特别列出来 陈明谦跟江雨晴 一个一个都让我们更显得 你才在把台湾乌克兰化吧 汉庭议员 我全力支持 我全力支持民进党干净 各种奇怪的事情 这真的奇怪 真的很奇怪 最好他就实施下来 包含像是女性要服务这个义务役 就实施下来 看到底民进党第二年 还会有多少票就知道 所以要做就做吧 要做就做吧 因为这只会让大家更加觉得 这是两岸和平得来不易 那我们必须要好好的珍惜 那如同前面所说 我们反对这种兵役延长 那第一个很重要的是 有这些经费跟资源 你当然应该先好好的把志愿役 当前的很多的薪资待遇 或者是很多相关的训练水平 都先提升上去 那这才是根本的 那因此蔡英文口口声声说 所谓的重视国防跟重视军人 但是呢 就是当前义务役的 志愿役的很多的设备也好 或者是条件 或者很多训练的一些相关活动 那大家还是觉得不满意 还是有很多要加强的空间 那或者是为什么我们的募兵 迟迟没有办法募到满额 那为什么我们国军甚至都要 以这所谓的招生的人数 来当成自己某种的绩效 这对军人来说 某种程度也是侮辱 他军人的这个优良表现 应该是在自己的战备训练上 而不是好像要当一个推销员一样 不断的去拉下线 那实际上如果政府 所定出来的薪资待遇好的话 你怎么会怕招不到人呢 像比如说先前讨论过 那如果说你当军人 从军了十年之后 国家能够配售给你相关的军宅 那搞不好人都觉得 我当兵当十年人 能够有自己的一套房 不论他是用租的 或者直接售给你 那当然就会增加意愿 或者我们的薪资直接打两倍三倍 那当然意愿也就更加的强烈 那现在呢你知道 所谓的义务役四个月的 却听到国军的宣传 他们都是宣传什么呢 他们都是宣传说 哎呀那个你还从军很好啊 保家卫国啊 不要听这个 我要听这个实际上好处 月薪三万六 大家也听觉得还好 你当然有好处啊 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从军之后啊 国家会配给你一个铃骨塔 在十年之后呢 然后你夫妻也可以一起进入 这铃骨塔 谁在乎 对吧 这个对年轻人 怎么会有吸引力呢 你又认真把那两万块 就两万六 里面两万块给存起来 因为扣一扣其实差不多两万 存起来你可以有双B的投期款 对嘛 依照民事这样讲 那是人人都要去买双B 另外一台不是民事 就另外一台 没关系 反正那都是一些 背弃主流价值 背弃主流名义的 所以这些电视台怎么样 它鼓励大家 通通都要去贷款去买车吗 那未来这个贷款还不出来 是难道是电视台要帮你出吗 好 那不论这些的胡说八道 总而言之啊 这是应该要干的事情 通通都没干 而且呢 反而是不断的透过这种所谓 御用媒体来放假消息 来讲说什么 哇 蔡英文之所以延长 是因为这国防部 有些观念不合时宜啊 就所谓封传媒在那边报导 或者现在要讲说 哇 这个邱国阵 应该要之所进退啊 其实民进党的做法 都是在羞辱军方 而不是真正的在尊重军人 那么像范云的这个作为呢 当然啦 他一方面有可能是为了要 转移焦点嘛 但我也认为某种程度 可能真的是 这个试水温啦 测一下风向 为什么呢 因为台湾的要求 那真的是希望台湾要全民皆兵 男女都要 那如果现在一口气马上推 女性也要来当义务役的话 那全民受不了 民进党的选情也受不了 所以怎么样呢 就先做好男性的 然后女性的部分呢 就先让范云讲个话 你讲个话看看反应怎么样 反应不好 我们也可以跟美国人说 对不起 我们做不到 如果这个大家没什么抗议 搞不好明年后年 美国人压力一来 就要继续做了 所以真的这件事情呢 如果大家反对的话 就一定要强力的反对 否则的话呢 这个美国爸爸的压力一来 国民两党都挡不住 所以这是我认为说 包含从四个月延长到一年 这也是要很明显表达出 反对的意愿 为什么 因为我们就是要跟美国人说 才能够彰显自己应该有的尊严 才能够捍卫两岸之间的和平 那么再看到这所谓的幼稚园的书 那当然不仅是可笑 而且是非常的愚蠢 那显然的是 你看消息一出来 立刻招致了大家的痛批 因为这显然的 你没有让小孩 小朋友就是最不应该听到战场的 如果真的小朋友 要用得到这项技能的话 那台湾早就已经千疮百孔了 什么时候小朋友才会听得到战场 那不就是炮弹 都已经打到自己家门口 才变相弄战了 或者是已经打到自己的庭院了 比如说在乌克兰的时候 很多人他讲说 军队 军人是直接冲到你家的庭院里作战 乌克兰的军队 到乌克兰的居民家里作战 为什么 因为他要把平民当掩护 要让平民当肉盾 然后来维护军人的生存 所以所谓的打巷战跟打城镇战 是这个作用 不是说人民全部都躲到防空洞 然后城镇都是军人 不是 是你一样待在你家 然后军人就在你家楼下 或者你一样待在你家 但军人就在你家隔壁 军人就在你家门口 这才叫做打巷战跟打城镇战 所以如果这些教材 真正实施的话 只会让台湾人民更加的恐惧 以及担忧两岸之间的危机 越来越严重 那我也很好奇 就是说这些事情如果真的一旦实施 到底人民是痛恨民进党比较多 还是会因为民进党的种种操作 让人民痛恨大陆比较多 这不知道 这有可能是民进党觉得自己的各种 煽动跟舆论 或者是舆情的手法非常的熟人 他觉得反正我们做了这么多 我们都在讲说你看一切都是因为大陆很坏 所以我们才不得不这么做 把仇恨转移过去 而我担忧的是 一旦当民进党这么做的时候 那搞不好在业党还不会反对 这就是我所担忧的 大新闻大爆挂订阅靠大家 每日功课 开启小铃铛 转发补课 每天都要支持大新闻大爆挂 好 如果有些睡眠问题的话 可以来试试看 我们往往推出的这个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上一包 就可以让大家清爽无负担 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 这个地方有我们QR Call 扫描一下 就可以到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 这里有我的推荐代码 要请大家多多支持